也好 欢迎收看3月30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县长徐正蔚今天出席多场春孝联合运动大会 期盼可以借由运动会加深社区的凝聚力 也促进各方合作来营绕良好的教育环境 操场上可以看到部落妈妈的精彩舞蹈表演 这是永风国小的113年度春孝联合运动大会 县长徐正蔚抵达现场后立即感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而县长跟各的嘉宾一同来观摩孩子们的运动表现 徐正蔚表示 文子洞农路变道柏油路铺设已经完毕 皆需会办理农路桥的部分 也非常感谢乡亲对地方政府附建工程的全力支持 文子洞农路变道的部分 昨天把柏油路铺好了 那现在开始要做文子洞农路桥的部分 那因为那边大概三四户而已 但是我们还是很重视 那其他的我想吴校长吴玉成校长如果学校有任何的需求 会跟米苏西路巴奈来反应 也会跟我们的议员还有乡长来这个来报告 那如果家长或者是我们的族人有什么对于学校有什么看法 我们大家一起守护我们自己的孩子好不好 县长徐正蔚表示 学校是家庭教育的延伸 而学校的影响也延伸到家庭教育 华年县政府积极补齐教育师资 他强调孩子的教育需要大家共同来守护 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稳定和优质的教育 记者高松双妇理商采访报道